《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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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咯,大家好,我是六波村的士仲 我是這裡的保育員 哈咯,士仲好 今天好高興你帶我來叢林 我們待會要去探索什麼動物 對,我們現在在農村裡面 我們現在在老虎展場裡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去探訪我們老虎的 他的生活的空間 哇 所以我等一下真的可以看到 很大隻的老虎嗎 沒錯 牠們已經在那個地方等你囉 哇 走 趕快走吧 我不不期待了 那我們接下來進來的就是我們老虎的展場囉 那邊那邊 對對對 有兩隻 三隻 有一隻在你的後面 總共有四隻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是我們所有老虎他最喜歡來的地方 然後因為這裡 那邊有角落的地方有樹蔭 所以他們其實都比較習慣在那個地方休息 那我們要近距離觀察老虎呢 我們就會藉由這台龍車 那龍車是因為 因為牠可以很近距離的看到老虎 但是確保這個網子我們不能去抓牠 因為我們老虎可以藉由這個網子跟我們接觸 那牠為什麼會過來 是因為我們每一次呢 會準備一些小點心 然後來吸引老虎接近 那這個目的 是為了讓我們可以進去觀察我們的老虎的外觀 那牠是怎麼去什麼老虎呢 我們六幅村的場域啊 都是孟加拉虎 那連同白老虎都是孟加拉虎喔 那牠跟一般其他老虎有什麼不同的特徵或特性嗎 孟加拉虎現在來講是 數量最多的老虎之一 那分布的區域就是在孟加拉那一個區塊左右 然後 然後 現在體格來講 牠也是算比較 中大層的 那牠們體重大的公斤是怎樣 像我們這隻公的呢 牠可以重達大概250公斤左右 那母的牠的體格會輕一點 差不多是150至200公斤之間 牠現在迫不及待在等著我們要 餵食 吃點心 對對對 吃點心 那公的跟母的外觀有什麼樣子 最明顯的話 像公的牠的體格會比較大 然後 母的相對之下就會比較小 另外一個呢 最明顯的就是看牠的外生殖器 就是看牠有沒有蛋蛋 ok 對對對 所以牠跟獅子不一樣 就像牠們有種嗎 對對對 那在我們的園區裡面啊 我們會每一天配起不同的肉類 那我們有餵雞肉、牛肉、豬肉 還有一個是肋排 那肋排是帶骨頭的豬肉 那用意就是為了讓牠可以去取一些蓋子 ok 然後我們有一天是設定為禁食日 那禁食日的目的就是去模擬野外 牠可能不是天天吃得到食物 所以有點像是野外牠吃不到食物 牠需要空腹一天的時間 ok 那牠吃的量像這邊的話差不多是一隻雞的量 那正常來講 牠們一天一隻所吃的量 差不多是二到三隻雞左右 那就是大概體重的二到三%左右的量 你說一隻老虎的量嗎 對對對 一隻老虎的量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前面這隻老虎啊 牠的腳掌 你可以看一下前掌 牠有幾根指頭 一二三四五 四 五 那個大拇指那個也是喔 那你看後掌 一二三四 對 所以其實我們的老虎呢 牠是前五後四 牠的腳掌 那現在看過去是不是我們看不到牠的指甲 對 因為牠的指甲平常都收到牠的掌鞘裡面 那牠只有在 可能是伏擊獵物或是奔跑的時候 牠會從牠的掌鞘裡面把指甲給推出來 那其實就是跟我們的貓咪是一樣的 對 然後再來的話是牠的腳的肉墊啊 非常非常的厚 嗯 這個用途呢 就是牠在伏擊獵物的時候啊 牠可以悄無聲息的慢慢的去接近獵物 牠是沒有聲音 牠可以做到很靜音的一個效果 牠們的鬍鬚好粗好長 這個對牠們來說有什麼特別的作用嗎 對 鬍鬚的作用基本上就是牠的一個 類似夜視的拐杖的功能 牠就是可以在樹林中穿梭嘛 那牠的鬍鬚只要去觸碰到 欸 前面哪個地方有障礙物 牠就可以很巧妙地去通過這些狹窄的路徑 所以牠其實是一個Sensor的感覺 好酷喔 我還以為鬍鬚跟嗅覺什麼有關 居然是夜視的功能 對對對 牠可以去探查地形 嗯 牠現在去看著我手掌的肉 今天天氣很好 不想吃東西 那牠們耳朵上有白白的 那是牠們是屬於孟加老虎的特徵嗎 嗯 其實不是喔 牠們基本上老虎的耳朵後方啊 都有這個白白的毛 那這個用途呢 基本上推估 牠在帶幼瘦的時候 牠可以讓牠的幼仔時時刻刻地知道說 欸 媽媽也是在注意著牠 然後牠就是一個假眼的概念 對 牠剛好耳朵後面都有那個白白的那個錢 對 市長我們現在要幹嘛呢 可以看到我們下面有四袋袋子嗎 這是什麼啊 那就是我們前一天呢 我們把一些毛巾放在一些動物的 牠的地盤裡面 那這些布呢充滿了這些動物的味道 那我們準備了狐毛 然後還有黑天鵝 然後四腳羊跟台灣蜜猴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啊 那其實我們自己也蠻好奇 這是第一次試試看說 牠們對其他動物的氣味 會有給出什麼樣的反應 所以等一下老虎要聞聞看這四個動物 看牠有什麼反應 對對對 好 那所以這四個動物牠的氣味 我個人覺得這一代非常臭 台灣蜜猴 牠很認真的把一些 很濃厚 非常濃厚 大邊都隔在上面 所以可能氣味蠻足夠的 那我們等一下先試試看哪一個呢 那我們就先從狐猛開始 好 那我們就把布袖旁裡面丟囉 來喔 把它丟囉 這個是狐猛 狐猛的 Go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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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牠們在聞了 有了 你怎麼反應呢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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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丟完狐猛之後 現在要丟哪一個啊 接下來我們是丟黑天鵝的 為什麼黑天鵝的看起來很髒啊 因為水晴都是在地上大便 所以其實這一塊布 吸滿了牠的氏尿 對對對 所以這個味道其實蠻重的 好 那現在那隻還在玩狐猛的布 那我們接下來直接把這一塊丟進去看牠們的反應 好 黑天鵝來了 哇 你看黑天鵝的布 牠們雖然有靠近紋 但是呢 這對於剛剛狐猛的比較來講 就可以很明顯看到牠們對於黑天鵝的接受度沒那麼高 牠們還是喜歡原本狐猛的氣味 對 可是你看看其他隻 還是會慢慢的靠近 然後去撕咬這個布 所以其實在對面來講 只要是有味道 然後沒有聞過的 那都對牠來講是一種 對 但我看三隻反應不太一樣 剛剛那隻公老虎好像 反而有點生氣的感覺 但是母老虎反而對天鵝的味道沒那麼排斥 那像剛剛我們公老虎 牠個性上會比較害羞一點 所以其實對於這個小小的實驗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個體之間牠們還是 接受程度不太一樣 那可能考慮到牠的喜好程度不同 加上個性的不同 所以牠們對於接受的這個味道 或這個物品來講 牠們的反應都不太一樣 對這也是我覺得 在動物園 我們可以做到每一隻個體 牠們對於自己喜歡 不喜歡的東西 都可以觀察得出來 來看一下牠家有什麼特徵吧 那最近的這邊 牠下水牠是真的在游泳 牠可以很自在在這邊 骨爬式 鮮練牠的四隻 對對對 所以說在老虎的展場 都會看到一些牠們這些獨有的特徵 下次來六福村可以找找看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桌面上有兩個 骨頭的標本 那我們先 首先看一下這個頭骨 我們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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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有一點點 進行